芙蓉镇街面虽小,国营商店却有三家,百货店、南杂店、饮食店。 三家店子分别耸立在青石板街的街头、街中、街尾。 光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占着绝对优势。 举于控制全镇商业活动的地位。 饮食店的女经理李国湘,新晋才从县商业局调来,对镇上的自由市场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 每逢感激的日子,她特别关注各种饮食小摊,精瘦的形形色色,零星小吃的兴衰状况。 看看究竟有多少私营摊贩,在和自己的国营饮食店争夺顾客,威胁国营食品市场。 她像个旧食的镇长太太似的,挺起那已经不十分发达了的胸脯,在虚场上看过来,查过去。 最后,看中了芙蓉姐子的米豆腐摊子。 她暗暗吃惊的是,原来米豆腐西施的脸们长相,就是一张招揽顾客的广告画。 更不用讲她服务周到和笑微微的金银手腕了。 这些该死的男人,一个个儿就跟馋猫一样,总是围着米豆腐摊子转。 李国湘,作为国营饮食店的经理,不觉得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认定芙蓉姐子的米豆腐摊子,是镇上唯一能和她争个高低的潜在威胁。 一天逢须,女经理和芙蓉姐子吵了一架。 起因很小,远也和国营饮食店经理的职务大不相干。 胡语音的男人,黎贵贵,是本镇屠户。 这一须,竟烧来了两副猪杂碎,切成细丝,炒得香喷喷,辣乎乎的。 用来给每碗米豆腐盖码子,价钱不便,还是一毛钱一碗。 结果,米豆腐摊子前边排起了队伍。 有的人吃油了嘴巴,吃了两碗吃三碗。 无形中,把对面国营饮食店的顾客,拉走了一大半。 这还了得,小摊贩竟来和国营店子抢生一座。 于是,女经理三脚两步,走到米豆腐摊子前边,立眉横眼的把戴了块手表的胳背伸了出去。 老乡,把你的营业许可证交出来看看。 经理大姐,我做这点小本生意,须须都在税务所上了税的,镇上大人娃儿都晓得。 营业证,我要检验你的营业证。 若是没有营业证,就叫我们的职工来收你的摊子。 经理大姐,你醒醒好,抬开手,我卖点米豆腐,摆明摆白的,又不是黑市。 这可把那些等着吃米豆腐的人惹恼了,纷纷站出来帮枪。 哎,他摆他的摊子,你开你的垫子,井水不犯河水,他又没踩到哪家的坟地。 今天日子好啊,牛草里伸进马脑壳了喽。 女经理,还是去整整你自己的垫子吧,三鲜面,莫再吃出老鼠屎来就好了。 后来,还是梁战主任古燕山出面,给双方打了个圆场。 算了,算了,在一个镇上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有话到使馆会和税务所去讲。 把李国乡气的哟,真想大骂一通资本主义尾巴们。 芙蓉镇,妙小妖风大,持钱亡不多,窝藏坏人坏事,对他这个外来战部欺牲。 李国乡本是县商业局的人士干部,县委财贸书记杨明高的外甥女儿,全县商业战线以批资本主义出名的女将。 据说,早在一九五八年,他就县计县策,由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放出一颗工商卫星,对全县小摊小贩,进行了一次突击性大清理。 他的事迹,他的事迹还登过省报,一跃而成为县里的红人,很快地入了党,提了干。 哎,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今年春天,正当他要被提拔为县商业局副局长的时候,他和有家有事的县委财办主任的密室,不幸泄露。 因为他去医院打胎,不得不交代出肚子里孽肿畜生的来由。 为了爱护典型,密室当然被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就连负责给他打胎的女医生,都很快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到千里之外的洞庭湖区去了。 李国湘也暂时受点委屈,下到芙蓉镇饮食店来当经理,可怜巴巴的,连个古籍干部都没够上呢。 女经理今年三十二岁。 年过三十二,对于一个尚未成家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年纪,叫做上上不得,下下不得。 哎,都怨得了谁呢? 恋爱史就是他的青春史。 李国湘,二十二岁那年,参加革命工作,在挑选对象这个问题上,真叫尝遍了酸甜苦辣咸。 他初恋,谈的是宪兵一局一位奸章上一颗豆的少尉台长。 可是那年月,时髦姑娘们流行的歌诀是,一颗豆太小,两颗豆嫌少,三颗豆正好,四颗豆太老。 他很快就跟一颗豆吹了,不久找了一位三颗豆。 老倒是不老,就是上位连长刚跟乡下的女人离了婚。 身边还有个活蹦乱跳的男娃娃,头次见面不喊阿姨,而喊后妈。 碰他娘的鬼哟,拉倒。 接着,发生了第三次爱情纠葛,闪电似的,很有点讲究。 这里暂且不表。 一九五六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 他找了一位知识分子,献水里局的一位眼镜先生。 两个人已经有了百日之恩,可是眼镜先生,第二年,被化成右派笨子。 妈呀,李国乡就像是走夜路碰见了五步蛇,赶忙把跨出去脚缩了回来。 后来,他发誓要成为一名人事干部。 对象则要个科举级,哪怕是当后妈。 他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因为世上的好事总难权。 不知不觉十年青春年华过去了,他政治上越来越红,而在私生活方面,却圈子越高越窄,品位级别也越来越低了。 有的时候,心里头就跟猫爪抓闹着一样,干着急。 他天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找镜子。 当窗里云病,对镜好心酸,经常红了眼圈。 原先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已经布满了红丝丝,色泽灼黄。 原先好看的双眼皮,已经引线一运黑圈,四周爬满了鱼尾细纹。 原先白里透红的脸带上,有两个逗人的浅酒窝,现在皮肉松弛,发枯发黄。 天哪,难道一个得不到正常的感情语露滋润的女人,青春就是这样的短促? 季节一过,就凋谢萎缩了。 人一变丑,心就变冷,积析成痞,他在心里暗暗嫉妒着那些有家有市的女人。 李国湘急于成家,因为有了法定的男人,他在线上闹下的密闻,就会被人们淡忘。 今年年初来到芙蓉镇之后,他留心查看了一下,在共产党员国家干部这个骑马标准下,路选目标可怜巴巴。 只有梁湛主任,古燕山那个北方老,北方老一脸胡子拉叉,衣桌不整,爱喝二两,带着一般老单身汉诸如此类的癖好击席。 可是,据山镇银行权威人士透出风声,古主任私人存折是个签字号。 古燕山,政治经济条件都不差,就是年龄上头,差了一截。 哎,事到如今只能顾一头了,俗话说,老郎疼婆娘,少郎讲名堂。 从此之后,李国湘就时不时的犯起单乡丝病了。 一个果子样熟过了的女人,不能总靠单乡丝过日子。 她开始注意跟梁湛主任去接近,亲亲热热的喊着, 老谷啊,要不要我叫店里的大师傅替你炒盘下韭菜? 或是扯个眉眼,送上点风情什么的。 谷大主任,我们店里新到了一厢杏花村,我特意吩咐给你留了两瓶。 哎哟,你的衣服领子都黑得放亮了。 做个假领子,就省事了。 如此这般。 本来成年男女间,这一类的表露事态,如同一然雾,一碰就着。 古燕山这老单身汉,却像结尸木头,不着火,不冒烟,没得恶心。 李国湘只好进一步做出牺牲,老着脸皮,采取些积极行动。 有一天晚上,全镇供销裁粮系统,联合召开党员会,传达中央文件。 镇上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电,会场上吊了一盏,实名实灭,像得了消产病的围棋灯。 女经理,等候在黑洞洞的楼梯口。 当梁湛主任进来时,女经理自自然然的挨过身子去。 哦,老谷啊,慢点儿走,这楼口黑得像棺材,你做点好事,牵着我的手。 梁湛主任没介意,伸过胳膊来,让女经理拉住。 也就是类似大口岸地方那种男女吊膀子的款式。 谁知道女经理得寸进尺,吊膀子还嫌不足,竟然整个身子都贴了上来。 梁湛主任口里喷出酒气,女经理身上喷出香气,反正黑个隆隆的木板楼梯上,谁也看不清谁。 嘘,你呀,又喝了,酒撑。 女经理又疼又怨的像个老交情。 你怎么像跟疼一样缠着我呀? 来人了,还不赶快松开。 梁湛主任真像喝树,全无知觉。 气的女经理狠狠狠地在她的膀子上掐了一把,找东西,不懂味儿,不知趣。 送到口边菜都不吃。 梁湛主任竟反唇相机。 女经理可不要听错了行情,孤错了价。 我懂酒味儿,不知迷惧。 真啊,这算什么话? 没得恶心。 好在,已经来到了会场门口,两个人都住了口,彼此都冷面冷心,个人有个人的尊严。 进了会场,各找各的地方坐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在一个四十出头的单身汉面前碰壁,李国乡,牙巴鼓都大站着,咯咯响。 饮食店的职工们,当然不知女经理的这番挫折。 只见她第二天早晨起来,眼睛肿得跟水蜜桃一样,看什么人都不顺眼,看见馒头、花卷、包子、面条都有气,还平白无故地就把一位女服务员披了一顿。 腰里腰气的,穿着短裙子上班,要显出你的腿巴的白白嫩嫩,没得恶心。 你想学那个白米豆摊子女贩子啊,还是要当国营饮食店的营业员? 嗯? 你不要脸,我们国营饮食店还要讲个政治影响呢。 先向你们团职部,写份前逃,挖一挖,打扮得这么花巧蜂涩的思想根源。 几天之后,女经理自己倒是找到了在老单身汉古燕山面前碰壁的根源。 就是那个米豆腐西施,或如一般顾客喊的芙蓉姐子。 原来老单身汉是在向有夫之妇胡玉音献殷勤,利用职权,康国家之铠,每逢即日,供给六十斤碎米头子。 什么碎米头子? 还不是为了障人耳目? 这里边,还不晓得窝着藏着些什么不好见人的勾当呢? 胡玉音,你是个什么人? 我李国乡又是个什么人? 在小小的芙蓉镇,你已到世事占上风。 有好些日子,李国乡恼恨的,气都出不均匀,甚至对胡玉音,婚后不生孩子,他都有点幸灾乐祸。 哼,空有富好皮囊,抱不出子儿的寡蛋。 相行之下,他不免有点自负,自己毕竟还有过两回西衣、草药、打胎的记录呢。 古燕山,胡玉音,天还早着呢,路还远着呢。 只要我李国乡在芙蓉镇上住下去,扎下根,总有一天,叫你们这一对不清不白的男女丢人现眼扮相。 李国乡,他是这样的人,常在个人生活的小溪小河里搁浅,却在汹涌着政治波涛的大江大河里,鼓浪扬帆。 对,神仙下下凡问土地。 他决定利用空余时间,先去找本镇大队党支部调查调查,掌握些基本情况,再来从长记忆。 芙蓉河岸上,如今木芙蓉树不多了。 人说,芙蓉树老了,会成芙蓉镜,化作女子,晚上出来拉过路的男人。 有人曾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后半夜,见一群天资国色的女子在河里洗澡,忽而朵朵莲花浮育叶,忽而各个仙姑细清波。 每个仙姑至少要拉一个清疲厚生去配偶。 难怪芙蓉河里,年年热天都要淹死个把洗冷水澡的年轻人。 搞得镇上,那些二百五后生子们,又惊又怕又喜,个别水性好胆子大的,甚至想,只要不丢了性命,倒也不妨去会会芙蓉仙姑。 站在领导者的立场上,从长远利益着眼,这可是对镇上人口民兵建设都是个威胁。 因而,河岸上的芙蓉老树从一阵风水变成了一阵迷性根源。 后来乡政府布置重臂马子,说是可以提炼保卫国家的飞机润滑油。 镇上的小学生们就刨了芙蓉树根,点中壁马,既巩固了国防,又破除了迷信。 正根镇背后的芳芳胡塘,原来种的水芙蓉,公社化后以梁为刚,改成了水稻田一样。 不过河岸码头边还幸存着十来株粗粗大大的梁粉树。 树上爬满了碧粒藤。 对于这十来株碧粒古树,何以能够逃脱全民炼钢竹铁运动? 镇上的人说法不一。 有的说是因他的木之差,烧成木炭不利火。 有的说是乡政府的一个后来被化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乡长同志,执意要留给过百度的群众歇气纳粮。 有的说就是到了尽吃尽喝的共产主义社会。 大热天,大约也还要用冰凉的井水磨几碗粮粉结结油腻。 留下粮粉树是看到了长远利益。 你看看,才过了四五年呢,对这么件小事就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可见中国历史的复杂性。 难怪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多大学问家做考证。 两粉树啊,必利腾,在码头台阶的两旁,形成了烈日照射不透的家道浓阴,阴蔽着上下过往行人。 树上吊满了两粉公,两粉婆,就像吊满一支支小小的青铜钟。 他们连同浓阴投影在绿豆色的河水里,静静的河水都似乎在叮咚叮咚。 大罪之书李满庚,一九五六年从部队上复原下来,分配在区政府当民政干事。 就是在这渡口码头边,见到了镇上客栈胡老板的独生女的。 那女子,洗完了一篮篮衣服,正低着头,看水下盐缝缝里游着的娓娓花灯鱼味。 满根哥从岸上下来,等待渡船,首先看到的是那张倒映在河水里的秀丽的鹅蛋脸。 他心里迷惑了一下,乖啊,莫非自己大白天撞上了芙蓉树巾了? 真是奶家子出落了这么个娇好的美人。 民政干事出了神,他不怕芙蓉树巾,不绝地走过去,继续打量着镜子一般明镜的河水里,倒映出的这张迷人的脸庞。 这一来,河水里就倒映出了两张年轻人的脸,那女子吓了一大跳,飞红了脸,狠狠地一伸手把河水里的影子搅乱了,捣碎了。 接着站起身子,懊恼地朝那后生子身上斜了一眼,可是,两个人都历时惊讶,羞怯地和出了电一样,张开嘴巴,呆住了。 玉姨,你,你长这么大了? 满哥哥,你回来了? 原来,他们从小就认识,满哥哥是百度老官的娃儿,玉姨跟着他进山去扯过笋子,捡过香菇,打过柴火。 他们还山对山,牙对牙地唱着耍鸽子,乡骂着好玩儿。 那边奶奶奶,再干一台,你敢看一台,你敢看菜就过来,念到八字大字你来,念到锥子,花燕麦。 那三妹子神的怪 一根侧顺就过来 红丑帕子把你带来 花花叫子把你抬 一只一只的山歌 相唱相骂了下去 满羹没输 育婴也没赢 他心里恨恨的骂 短命贵 哪个稀罕你的红丑帕子花花叫 屁屁 有时候他心里又想 缺德少叫子 看你日后花花叫子来不来谈 后来 人一年年长大了 玉音也一年年懂事了 满羹歌参了军 胡玉音一想到花花叫子把你抬 这句山歌就要脸热心跳 甜丝丝的好害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新商节请在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